好 还是继续来跟各位分享一下 仪馆艺术节老师们的精彩的讲座 那当然除了基本功的部分 老师这个笛模的部分 老师们很大一部分其实是在讲述 当然一个是乐曲的处理 乐曲处理呢就牵涉到所谓的这个气息的运用 气息的布局 或是甚至让我想到以前 语讯法老师常常在讲的气韵生动 在主题上 在中国音乐上其实很讲究的运 这个主题特有的这个韵味 或是主题特有的这个文化 这些音色 那这一集就比较杂谈 跟各位聊一聊分享一下老师们他们这些叙述 比如说像马迪阿老师 马迪阿老师这几年在这个口香的运用上 然后在这个吹咒的状态上 配上的跟以前传统的这个吹法呢有一些区别 好 说马迪阿老师他提出来了 他说他觉得这个平时你是什么状态 你的演奏就是什么状态 什么意思呢 比如说我拿起来 他觉得我们不要刻意的 他觉得不需要 他觉得我平时是什么状态 我的身体是什么状态 我第一次拿起来 就是什么状态 好 那马老师提出他觉得越自然就越正确 甚至呢他主张说 诶 我们不要深吸 就是我在吸吸的时候 不需要去吸很大一口气 他觉得一口气就轻轻的 那马老师的口香是他的一绝 然后他口香打得很开 哦 好 吸吸位置也比较低 所以 哦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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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李宗盛